大家好 今天為大家介紹芋頭飯 看看材料 有200克芋頭 最好選擇紅色的筋 切成丁粒 25克蝦乾 浸淋後清洗蝦 150克梅頭豬肉 切成丁粒 生抽半茶匙糖 胡椒粉五香粉六份一茶匙 生粉半茶匙 攪拌好後再攪拌麻油和生油 攪拌一茶匙 醃10分鐘 一粒刷絲 潮州的炸花生 我已經拍了一條影片 跟大家介紹如何炸 有20克甜的菜寶 切成四粒 紅蔥頭 切片 有適量的生抽 調味 冬菇和瑤柱的水 有220毫升 芹菜和芫荽蔥適量的 胡椒粉 煎米200克 洗乾淨 看看怎樣做 燒熱鍋 1茶匙油 放入蔬菜寶粒 加少許蒜頭 碎 炒 炒 炒 紅蔥頭片 炒 煮菇粒 水頭 炒 蝦乾 蝦乾 不用炒太久 炒 糖 放進去 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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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15-20分钟就可以了 烤了20分钟 很香 先试味 味道刚好 不要紧,加些生抽 加些胡椒粉 炒芹菜粒,芹菜粒,芹菜,葱 就可以了 芹菜粒,芹菜粒,芹菜粒 煮好了 好漂亮 加些花生,肝脏很香 这些很合适的上班族 还有留学生 有热煮 如果喜欢,请点赞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留意我Instagram和Facebook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